七彩千年木 最低温度要保证在5度以上 它就能安全过冬了 放在室内光照最充足的地方养护它 那千年木在生长季节 它是喜欢湿润的环境的 在春夏秋三季 我们可以随意随时的向这个叶面喷水 既能增加空气湿度 还能清洁这个叶片的表面 但是冬季我们就要减少喷雾了 秋水要等到这个土壤完全干透了以后 再浇 然后那个浇花的水 我们一定要提前接好 给它晾一段时间再使用 这样的技能与室温更接近 还是因为这个千年木 对那个盐分和那个氯化物比较敏感 冬季温度过低 这个千年木就不需要施肥了 可以等到来年春天的时候再施肥 今天关于千年木的冬季养护介绍就结束了 喜欢点个关注再走吧 发力小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